今天做鸡蛋夹心汉堡,10分钟搞定 60克面粉加100克清水 搅拌成面糊状 这是两个蛋饱的量,需要做多点的话可按比例增加 一小撮五香粉,小拌勺盐 搅拌均匀 放一旁备用 切一小撮生姜末提味 再切一小把葱花增香 今天用到的是带凹槽的不粘锅 开小火刷少许油 打入两颗鸡蛋 撒上生姜末 和葱花 想要口感和营养更丰富的话还可以加一点肉末 鸡蛋底部定型以后翻个面 另外两个凹槽也刷上油 舀入适量的面糊 轻轻晃动锅子,让边缘沾上面糊 另一边也一样 在面糊凝固之前,将煎好的鸡蛋盖上来 再将另一边的凹槽也刷上油 面糊的量和这边的差不多 再把这边的盖上去 鸡蛋这一面炒里边 这样我们的蛋煲就基本完成了 依然保持小火 反复翻面 直到两面熟透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口味比较清淡 喜欢重口味的可以沾辣椒油 喜欢记得试试 别忘了点关注哦 感谢观看 下期视频见